屬羊 接著屬羊就衝太歲 衝動不動不動不變化 容易感情變化 住屋變化 事業變化 感情變化容易是一段感情 一段感情結婚分手就叫做變化 打算今年結婚是正常 或者大陀有BB是正常的 如果單身的就容易衝一段感情 反而好 唯一不好是如果你本身有穩定感情 又沒想著今年結婚 就小心容易有危機 要平穩過渡今年 所以今年來講 桃花是排第十一的 排第十一的意思 不是特別衰 是不穩定的 是吉桃空是比較極端的 但是財運又不錯 因為充太歲不是行衰運 所以財運寫你排第二 但是又不要相信排第二 因為屬羊的 你今年運氣比較極端的 如果你生在三月六 八月八之前 充太歲變好 有新機會放膽嘗試 相反 如果你生在八月八 三月六之前 有機會千萬不要忍耐過 今年 去到2022才可以 一個小的轉變 所以今年來說 可以不變就不變 如果沒得 沒得選擇 就是惡國你走的 你要心理準備 今年變得一般的 所以春夏天人變好 秋冬天人變壞 吉星方面有地解 逢空化吉能化 空星之力 空星有大號 因為每年充太歲 大號星都會跟著 所以充太歲的年 特別容易搬屋 結婚 或者買屋 都會用一筆錢 所以大號大破財 來講 就容易搬屋 大破財不一定百百破財 可能正常用一筆錢 都叫做大破財 所以今年有正常的花錢 借了今年充太歲 自己去花費 除了大號之外 就沒什麼特別的 碎破碎破就是犯太歲的意思 犯太歲 充太歲來講 都要留意 都是容易手腳損傷 農曆6月和12月 都要留意損傷 還有牛龍羊狗 這四個生肖 今年腸位都比較差 都要留意 接著屬猴 屬猴 桃花就排第二 因為今年來講 天起桃花 天起除了紅聯之外 就排第二 天起就是淨桃花 淨桃花的意思 都是有分隔的機會 或者單身 而認識一段 能夠發展下去的感情 所以今年來講 在感情方面 運都是不錯的 所以感情排第二 除了屬猴之外 就排第二 財運或者做事方面 就排第六 為什麼排第六這麼慘 因為牛龍羊狗 排一二三四 屬猴排第五 你就排第六 雖然排第六 整體來說 那今年財運都是不錯的 因為除了你桃花年之外 就有幾個貴人星 有龍德子微和貴人 龍德子微有力的貴人星 得有力的貴人輔助 所以今年又有桃花星 又有有力的貴人星 又加上桃花排第二 其實都是不錯的 那空星有什麼 空星有什麼 空星有紅艷 紅艷就是感情異生煩惱 所以感情方面 就不要搞搞震就可以了 如果單身來說 你不要管你的紅艷 天氣也好 正桃花也好 偏桃花也好 有桃花也好 怎麼都沒有桃花 還有亡神 亡神都不失物 容易不見銀包 鎖匙 手提電話 私人物件特別要留意 天官符 普通的是非星 又不用管 那當然 運氣方面 如果你生在8月8日 3月6日之前 因為運氣始終一般 所以即使今年 有這麼多吉星都 都是慢過人 但因為有貴人輔助 怎麼看高一線 一定會比平時好少少的 那現在3月6日之後 8月8日之前 不用問了 又加上自己走緊運 又加上有貴人聲 又有桃花聲 一定是勢如破竹 樣樣都順利了 那希望社會經濟 都慢慢轉回好了 因為我們始終一命二運 三風水 即使自己走運到 都很容易受制這個社會環境 那社會環境正正常常 不用說特別好 那你來講 2021年 都是比較順利的生肖 然後輪到熟雞 熟雞今年其實都是不錯的 因為今年牛年和雞 是相合 太術相合人緣比較好 是非比較少 那雖然說你運氣排第九 運氣排第九 因為其他人好過你 不然運氣特別差 那桃花方面 就排第五 所以除了這個桃花生肖之外 就輪到你其實都是不錯的 那桃花都有用的 桃花就人緣好 人緣好自然順利少少 所以即使你排第九 那原來還有一大堆 一大堆這個吉星 所以我衡量過之後 可能其他人的八角 甚至好過你 所以排第九 那你聽一聽其實都是不錯的 因為吉星有八座 將星天解解神 和今季八座地位提升 有進步將星有權力提升 那今季容易權力地位提升 上班一族比較容易有升職機會 那天解解神 逢空化吉 壓制空星的力 今季才白有利 那今季都是錢的加萬 所以今年賺到一場 是最賭才收得賣的錢 空星有什麼 有浮沉和血印 浮沉浮沉沉 減慢了進步 血印手腳而受損傷 但是今年熟悉的 你不是太損傷 什麼都不是 不是特別損傷 即使損傷都 可能逛街撞到腳 或者切到手指 小小的損傷 那你生在三月六 八月八之前 因為你春夏天出生的 平命熱命人的運氣 今年最後一年 依然是在高一線 可能就是收成 進步得特別快的時候 那即使你生在八月八之後 三月六之前 因為始終今年 整體來說運氣都是不錯的 所以雖然排第九到 都有機會都是不錯的 因為2020 桃花年 2021 泰術雙合年 都不是說差得很緊要 所以即使你是寒命人 都可能比其他生肖好少少的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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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了